极客部落连外道路也就是划道路 去年10月进行路面改善工程 目前即将进入完工阶段 市长6月2号进行线刊 要求建设科确实监督工程品质 提供给部落族人和来往车辆安全平稳的用路环境 华联市公所向原住民主委员会争取经费 改善极客普部落的连外道路 这项工程位在划道路 前场有1.2公里 市长魏家玄6月2号前往现场视察 他感谢先援魏家宴去年积极关切 也感谢原民会力挺补助 那特别感谢原住民委员会 对于我们部落道路建设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在我们冥想里的 极客普部落的部分 那我们争取到相关的一个道路建设经费 那从预计从我们的一个 府前路的划道路 到我们的一个中美路的划道路路段 那做整个路面的一个刨铺 那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的一个配合 那还有人相关的一个孔盖管线的单位的一个协助 让一些孔盖管线可以提早来做相关的一个来调整 那我们预计在这个礼拜六会把整个道路铺设完成 预计是礼拜六的部分 那未来在6月11号的部分 如果天后允许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可以如期的来做一些标线的完成 那我们相信完成之后会对整个部落的部分 还有道路的部分 品质提升非常非常大 由于划道路有不少管线单位的人孔盖 为了避免重复开挖引发民怨 施工所先和管线单位来协调 请相关单位先下降调整人孔盖 至于过低的人孔盖则是在道路工程完成之后再行提升 路面可以更加平整 市长强调虽然现在是防疫抗疫期间 不过基础工程不可以停歇 期盼在施工完成之后可以带给部落族人 还有当地居民在交通环境上有更多的便利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